哈囉大家好我是貝爾 今天10月5號線下見面會的直播已經結束了 那官方這次是直接把12月以前的改版全部講完了 那看完直播我只能說 車速真的太快啦 這次不只給你快車啦 直接讓你搭上高鐵 那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來看更新有什麼吧 那我的訂閱也快破千啦 再麻煩洞洞小手幫我按個訂閱 我這邊也會在第一時間釋出更多失落方舟的消息 那我們就開始進入我們的影片吧 首先一開始官方直播就是先講金幣的四場走向 就他們這幾個月從開始出綁定金到 綁定金第二階段之後 那個金價的變化 那官方也有說這次把鹿的金幣改成非綁金之後 確實是有導致金幣開始貶值了 所以他們也在密切關注金價的走向 做時刻的改良 那我是相信快就會有解決方法 那再來是10月的更新計畫 首先會先更新一隻守護者叫卡埃利古斯 再來是我們的夢幻軍團長亞布雷蘇德 再來是我們的小丑單人模式 那卡埃利古斯跟亞布雷蘇德都分別有新的強化素材 那根據剛剛開的新的守護者跟亞布雷蘇德 所以他們新增了新的古代裝備 也就是我們要重新製作裝備 是新的套裝 那還有我們的艾斯特武器跟守環 那官方這邊艾斯特武器沒有講得很明確 我上網查了一下 艾斯特武器通關夢幻軍團長第四關之後 有非常低的機率會掉一顆素材 素材可以來強化艾斯特武器 也是這個遊戲最強的武器 那艾斯特武器 他一開始拿到的時候裝等是1100 每強化一次會加100的裝等 短期內並不是人人都有 我看國服那邊的更新是那顆石頭 非常的難取得 掉落率非常的低 並不是過完夢幻軍團長第四關就會有 他是有機率性的 那顆石頭我看在國服的金幣價格 再說一次這個是國服的金幣價格 剛出來的時候是180萬金幣 基本上是天價 我們可以想像成天價 並且在每次強化這把武器的時候 他的素材消耗量會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我覺得一般玩家先看看就好 那艾斯特武器的效果是他可以綁 另一隻NPC的效果 來當作他的能力 那這個效果等我們正式上線的時候 我們再來討論 畢竟這個目前應該算是 整個伺服器只會有幾個人有的 在剛上市的時候 這也是開啟我們的手環系統 應該蠻多玩家看到攻略都有這個手環 卻不知道台服在哪裡 那這次是終於開了 會讓你拿到額外的屬性 也是我們裝備格子鎖起來的那一欄 那再來就是 開了第二禁令的魔方 還有天定之塔1到25層 還有阿克圖爾斯之手 那因為剛剛有講到一個新的遺物裝備 那開這兩個目的就是為了讓玩家更好拿到新的素材 對因為新的裝備必須使用新的素材來去做強化 那阿克圖爾斯之手 我也是去查一下國服的資料 就是每隻角色為單位 首次通關前五次的軍團長會有獎勵翻倍的效果 反正這三個明開的內容簡單來講就是讓玩家更好拿到素材 再來是我們的夢幻軍團長亞布雷蘇德 入場等級是1490 這個在10月底的更新就會出來了 這是下一次軍團長 這是剛剛講到的新的守護者 入場裝備等級也是1490 那他也是會掉落新的裝備素材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庫克賽頓單人模式 再來就是我們的手環跟古代裝備 那手環就跟我講的一樣 他會有兩個屬性值 還可以賦予一個效果 那他這邊也是有需要用到新的素材 這就是玩家下一階段的目標 那這邊就是艾斯特武器 那這邊畫質比較不好 所以看不太清楚詳細的內容 因為畢竟是現場直播 只是架設攝影機而已 可以看到這邊有幾個NPC可以選擇 應該就是賦予在這個裝備上面的額外效果 這個東西就是所說最貴的素材 那掉落率極低 所以這個一般玩家短期內是不會擁有的 那這邊就是剛剛講的三個拿到素材的途徑 一樣可以看到他們的入場階段都是1490 再來直接就講到十月的更新 十月有一個全新的PVP大陸 有溫 那詳細是怎麼樣我也沒有去查 因為我對這遊戲的PVP還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標速模式囉 前面看這些更新的時候速度還在騎腳踏車 直到我看到下一個投影片跳出來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個速度是標到高鐵的是不是 看一下齁 沒錯 十一月亞布雷蘇德困難模式 入場裝備等級1540 太扯了這個速度 那我相信開這個亞布雷蘇德困難模式的時候 就不會像是小丑當初開 甚至是普通模式亞布雷蘇德這樣子 就是讓大部分的玩家都已經做好準備進去挑戰喔 開這個困難亞布雷蘇德的時候 我相信是只有前半端的玩家是有辦法達到的 並不是所有人說剛開副本就能進去 那再來一樣是我們十一月更新 這應該也是守護者 哈努馬坦 入場裝備等級1540 是在十一月的時候我們的裝備等級就要達到1540 這速度是真的有點快 不過像現在所有人體驗到的遊戲內容都一樣喔 之後充裝比較快的人會體驗到新的內容 那慢慢玩的玩家 休閒玩家 可能要再久一點才會體驗到這些內容 那這次官方的更新計畫有稍微做改變 想把玩家之間能體驗到的東西稍微分開一下 那再來就是十一月的新職業氣象速式 那應該也是蠻多人敲玩的 那我覺得還不錯 我應該自己也會去玩 但會不會當主力的話 可能要再考慮一下 也許會把畫家換掉也說不定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十二月更新計畫 就是我們的新大陸 艾加西亞 那這個艾加西亞也是我們俗稱的天界 官方是說這裡的主線劇情蠻好看的 希望大家能不要跳過動畫專心看完裡面的劇情 那因為天界的主線大陸打開了 所以也有新的深淵副本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個新的金幣取得管道 因為畢竟現在玩 裝得比較高之後 深淵副本應該都是沒有金幣收益的 那這個全新的深淵副本 不知道會不會是多一個收益 那再來就是見面會的序號 這個是沒有去參加見面會也能輸入的 總共是五百萬的銀幣 總共有兩組序號我等下都會打在我的說明欄裡面 可以直接複製去兌換就可以了 再來他就轉回去介紹十月的活動 那十月有一個活動是光問節不孤單 應該也就是去簽到活動 還有這個亞布雷蘇德的點名簿 應該也是為了送最新的素材 提升玩家的裝備速度 再來是阿克拉西亞的競賽 聽說是一個很像賽車的小遊戲 那就只能等他更新的時候再玩囉 那再來是我們十一月比較重要的三個活動 第一個超級魔可可成長家戶 那這個就是大家所說的快車阿 這個是跟著氣象一起輸的 所以十一月基本上算是一個比較大型的更新 所以我們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十一月 那十一月的話應該也會有蠻多新手加入的 畢竟有超級魔可可成長家戶 大家是敲玩蠻久的阿 那這個拖拖的機動之城 感覺是像新的活動地圖 再來就是也是大家敲玩很久的第二季方舟通行陣 基本上快車跟通行陣都是大家敲玩很久的阿 官方也是直接在十一月的時候就直接釋出了 那十二月的活動就是 惡呼呼的熱天溫泉 官方是說這個露天溫泉活動是 讓玩家在裡面盡情戰鬥的活動 我聽的是滿頭問號啦 十二月的活動更新嘛 那他基本上是一月玩得到 十二月底更新 一月玩得到這樣 應該是營運寒假阿 那就到時候再看看他的簽到內容是什麼 應該也是簡單的簽到而已 那最後比較重要的就是 這裡有列出四隻官方還沒有退出的新職業 那當然這四隻都是非常熱門的職業阿 那官方這次做了一個選擇 之後十月中旬會出一個投票 這個投票呢會讓所有的玩家參與 然後讓玩家決定下一隻最新的職業是什麼 那投票結果將會在十月底的時候公佈 那我這邊自己應該會選擇男權霸或者是女狂阿 這兩隻我滿有興趣的 那最近看不到韓服那個引殺者的大招動畫阿 心也是很癢 也是很想練一隻 鐮刀也是我之前看過技能特效 就很帥而且打擊感很棒的職業 所以其實這四隻滿熱門的 真要我投票的話我可能會選擇 男權霸或者是女狂 就看到之後怎麼樣在決定 那如果是你 你會投哪隻職業呢 歡迎下方留言跟我講喔 那我也滿想看看大家都對哪一隻角色比較有興趣 那這邊就是第二個序號 第二個序號比較特別的是有送背景版 就是你獲得MVP的時候背景會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還有寵物時裝套 還有新的座騎 還有一個魔科克滑板座騎 那官方這次的活動直播就到這了 那官方這邊有說 現下見面會直播就已經是十月底的更新直播囉 所以十月底不會有線上的更新直播 所以十月的 十月底的更新內容其實就都在這部影片了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他這次直播裡面 完全沒有講到實裝 是真的不出還是之後會再補上 我也不太確定 那就看官方到之後再怎麼講啦 那這邊再跟各位呼籲一下 我的訂閱人數快破1000啦 希望動動小時候再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是貝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